哇 这么快来到最后一节了 今集我们非常之兴奋 我们今集最后一节我们还有什么要补充 讲一下一些关于台湾选举的一些奇趣事或花变事 台湾选举其实有一个文化他们很多人来做世晚会 大家都知道百几万人迫在街上跟候选人打起是司空见怪 实在他们对政治敏感和政治的参与度比香港人高很多 而且他们长期投票率我们香港人五成已经很威风 其实他们五成是一个失望的数字 他们经常投票说七八成的 因为他们从小已经训练了他们投票 而且有了投票的方式太久 香港也不短时间 香港不短时间 但香港始终来说 他永远投来投去都不能投到最高层次 给人感觉在香港投票其实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反正台湾真是有用 他的票真是可以选到一个总统出来 总统全部都是要 你想做总统一定要靠人民投票 不知道以前国内代表年代 国内代表年代 基本上国内代表选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有点不同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我认为今次的选举是因为跟立委选举一齐举行 如果跟立委选举一齐举行 都好像是这么多届总统选举第一次 其实这样是省资源的 也是提早了 其实今年应该有两次选举 其实是有点缘迹 当然其实都是他们两党 即是蓝绿两型不断地拉扯出来的一个结果 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如果一月四 一月选举的话 其实他们就任是五月的 因为四个月是过渡期 以前只有两个月 刚刚两个月的密组作 但是今次来说一月选举有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台湾整个社会 不是个个都是城市 我们现在就可以譬如城市下去投票站 很容易投票 但是台湾如果你在山上住的话 你去投票站攀山摄水 是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攀山摄水 就有一个问题了 一月台湾的天气一般是湿冷气候的 又湿又冷的 南部的特别是 尤其是中南部 以台中以下 全部都是一些很湿冷的地区 即中部那里 应该是中部以上 南部还是暖的 因为高雄长期去到二十几度天气 因为南部的气候很有趣 南部的气候很有趣 南部的境位分明 是的 加热大加热大 加热大加热大气候 加热大加热大气候 因为这样的湿冷天气 你还叫我攀山月嶺去投票 尤其是老人家 嗯 而这些老人家 又是那些蓝绿最呆黑的粉丝 是的 我不是说过两种人的 一种就是二二八 可能二二八或者白色恐怖年代的受害者 那些老人家 即是那些所谓的本土人 即他们台湾省籍的人 一些是外省人 外省人即是跟着国民党过来的 他们一世都会支持国民党的了 是的 这些是带压粉丝来的 这样 那会影响到可能这两班人不会投票 但这个因素 会不会其实对于实际的投票 也会有多少的影响 要看真的当日的天气是怎样的 很影响那个选举的情况 因为这个民调现在咬得那么紧 就要看一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 尤其这些账户至少数个百分比 是的 因为现在来说 可能最后的缺勝负可能三个百分比都没有 的票数 如果某些人 某方的老人家 真的不去投票是怎样的呢 即是送给对方 送给对家 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这个日期的订立应该 会不会 并不是真的考虑得这么多 刚才你所说的因素 因为 它真的要视乎当天的天气 如果要订一个日期的话 要有一个把握在里面才能订 其实呢 两党是国怀鬼胎 即是蓝绿两党是国怀鬼胎 其实蓝色计算这条数 绿一样计算这条数 其实定这些 那么寒冷 湿冷的日子去选举的话 基本上呢 最不会投票的人 就是他们最打黑的粉丝 嗯 是的 最有机会去不去投票 那么呢 最大问题就是 之前的一直以来的民调 基本上 买应该是没有落后过的嘛 嗯 一路领先 领先得很少 在那个叫做可追性范围之内 嗯 万一如果有一些老人家 太冷 又湿又冷 走一条山路 不出去 特别是 特别是男人 那些觉得 是 对 赢得很少 那绿袁有机可乘 其实整个局面就是这样 天气这个问题是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现在的距离不是说10%要赢别人的距离 你说的是可能赢得3%的选票 如果30%一来一往 你看后果会是怎样 还有动员能力永远都是一样的 绿营比蓝营的好 蓝营可以视乎他真的可以用他的经济成绩 拿到多少种眼票 所以变了来说 这个1月14号选举的日子 都是很多计算在里面 还有国民党是想两样一起选 因为两样一起选的话 他想着可以炒兴选情 因为炒兴选情的话 就会引到中间的选民出来投票 他有把握了 其实这个1月14号 大家心中有一条数 大家的演绎出来的数 两方都是这样看的 但是最后结果是怎样呢 你有你计算 最后天是怎样计算呢 其实很难说 但7年前实在试过枪击事件 8年前 8年前应该是吧 但会不会就是说 两年前有枪击事件 两年前五刀选举有枪击事件 那次还打死人 但这次的选情这么激烈呢 排不排除有些非平常的事件发生 不排除 尤其是涉及一些利益 整个选举都是涉及利益的 对 政治利益是政治利益 但涉及一些某些有势力人士的利益 这些我说是钱财方面的利益 但你哪个人上台就已经牵涉到一些利益了 是对 但我只是即时的利益 因为这些有些不法的活动来的 其实在台湾会有很多人去赌总统选举的 地下那些 我们当然知道什么事 当然我们不多说了 其实他们其实就是现在说 为什么当时两年前五刀选举有枪击案发生呢 其实现在的说法一直以来 虽然说那一刀是私人恩怨 即是那个人打连性命那一刀是私人恩怨 但最后其实每个人都是在想 每个方向去想都是在想这些 因为当时每个人买民进党赢的 结果出来的国民党赢 你想想想最后的后果 虽然人要 肯定来吧 现在去到这么紧 现在我们听说 其实有些似 其实孙总统的选举去买那些 所谓买哪个赢的那些 有一样票的 其实现在那些所谓的一些收这些利益的人 其实他们看到一样东西的 就是越让越少 甚至现在不让 甚至买蔡英文 有些人就说甚至封了盘 就是说的一个趋势 就是绿色追得很紧要 绿色追得很紧要的时间 最后会有些什么事发生呢 大家会想一想 会不会是有些上两年前发生的事会再度发生呢 其实是只是 其实他去攻击的目标的对象 不是五刀选举那五个人的 其实你上次来说 上次打连诚文那件事呢 其实不是攻击那五个人的 但是最后他的事令到整个选情是牵动了 就好像三一九创击案里面 那次当然有人打到总统了 但是上次就没有打到总统了 那几个候选人安然无恙的 但是为什么会最后的选情会变化呢 其实就是 就是台湾人的心态 就是当一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在这一段时间 他们的死忠的支持者 就会涌出来的 是的 就涌出来投票 就永远他们有个假设的 就是有什么事是对家做的 所以就是用选票来维护自己的阵营 是的 是对家做的 其实无论三一九创击案 其实当时的六刑分子就以为是对家做的 是的 反过来两年前的枪击案 蓝营的那些忠实粉丝 就以为是六刑做的 就是他们不是都当你是 其实你可以说是那个国家那种 是有一种族群撕裂的 但是他有一种族群撕裂 但是他起码一样好 维持到基本的律律 虽然撕裂 他们一票可以选总统 但是最后 最后用选票来做决定 以前台湾基本上 以前是靠打出来的 其实议会是不断地打的 但是街头上也没有这些事 除了美艺岛年代 之后都没有了 之后都没有了 之后只是在立法院打架 之后只是在立法院打架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都没有了 这件事只有罵字 其实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这件事 如果你跟香港美交 香港就是 大家吵也不用吵 除了在议会上 你看到某些博出位的事 但是在整个气氛上 他们觉得为了选择自己的候选人 选择自己的前路 去维护自己的立场 他们是比我们 香港整个社会来说 是牵扯很多的 但是他们是用一个 我叫做最民主最斯文的方法 就是用选票 这不是最核心的 我说到没有 我可以用选票去表达 是用选票去表达 但是现在香港的困局 就是说 你究竟用选票 可以表达到多少 没错 所以我表达都没有用 因为已经订阅了 又或者不到我去决定 是的 那我能够怎样去表达 对 所以就是 我想是可以思考的问题 就是两地的选举 是 那个本质有什么不同 是的 所以其实你说 你可以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说台湾的选举可能是劣质 台湾政下相当劣质等等 起码他有一个制度 但起码他有一个制度 不会因为选举出现乱子 更加他可以一人一票去选择 而你们不可以一人一票去选择一些东西 也不可以用一人一票去坚定你的立场 所以听完阿邦和刚才的分析 那我也知道阿邦你下个星期 你会有多少号过去台湾 12号过去的 就是过去一方面就会有 对对对对对 一方面也都去观察一下选举 是的 主要我也是去看选举 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不平常的事会发生呢 那我希望你可以保重 老师小心一点 知道的知道的 还有你会在我的blog 即是心灵通识之城那里 自己会更新一些你在当地的所见所问的事 是的我可以看到的事 或者我看到的事 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就是看他们做世晚会的时候 拍到他们几位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样子 他们的样子 真的可以看到他们的样子 是的 即是真人当然不是看电视 当然 还有看那边的报导 还有他们的媒体 究竟有些什么的报导 因为是有些不同的 所以真的会利用一下我的blog的平台 来向大家去发表一下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那可以到我的blog心灵通识之城那里去看看 去留言 去发表意见 好吗 那就赶快把blog给你 Otus 我记得没话要说了 今集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集再说 拜拜 拜拜